6YL-100型螺旋炸油机对各种油料如大豆、花生、芝麻、棉籽、油菜籽及椰子均可以进行压榨 该机共有五大部分组成 有净料斗、齿轮香、炸笼、炸螺及机架组成 开机之前,应将各运转部位加足润滑油 三齿轮处推进丝部位每搬两次 齿轮香内首次加油10公斤左右 换油期6个月 滚动轴承部位每年加一次润滑汁 然后用手搬动大皮带轮检查一下各运转部位是否灵活 有无卡死现象 以上检查工作做完后 首先将调节螺栓把炸螺轴上到死点 再把调节螺栓退出34圈 再前进半圈 以保证出扎烧头与出柄圈间隙 最后上紧紧定螺母 开机器后 观察大皮带轮旋转方向是否与标记方向一致 若不一致应调整电机的线接头 将其中任意两个线接头兑换一下即可 机器调整后就可以开机预炸 在开始压炸时 由于炸糖闷度低或炸螺轴被磨光及头料过猛 都容易使机器产生突然停车 炸螺轴卡死 所以在机器开始压炸时 头料应缓慢均匀 不能过猛 可以用碎饼或油料反复多次压炸 以使炸螺轴磨光 炸糖温度升至80摄氏度左右 出饼成瓦片状 饼厚1至1.5毫米左右 出油正常 方可上紧紧定螺母 将准备好的油料倒入料斗 使其连续压榨正常工作 在压榨过程中 如果出现炸螺轴卡死或不出饼现象 可松开紧定螺母 转动调解螺栓1至2圈 放大出饼圈与出扎烧头间隙 等其出饼顺利后 再进行调整出饼厚度 以求得正常压榨 油料在压榨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严重跑渣 这主要是调排和圆排油槽精细过大 圆排精细大 可以把压紧丝上紧 调排精细大 可以拆下调排圈 再重新上紧调排 有时油料含水分不适 也会出现跑渣 应参考说明书 调整油料的含水分 在炸油机使用一段后 由于零部件的磨损也会出现跑渣 这时就要更换新的零部件 同时使用中有时出现回油 即进料斗存油 这主要是在压榨含油高的油料时 圆排调排上得过紧 出油间隙小 应按上述方法调整出油间隙 也可以将出饼调后 减少炸糖压力或者缩小电一轮直径 放慢炸螺轴转速 都可以防止炸油机回油现象 有时在压榨过程中产量过低 出现这种现象 是新机刚开始使用 及旧机子零部件磨损严重 或油料含水分不大 都会出现产量过低现象 就要按照上述方法 加以调整 或将冷炸改为热炸 都能改变产量过低现象 总而言之 实践出真知 熟能生巧 希望广大用户不断积累经验 顺利操作 减少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使炸油机为你致富多做贡献 在使用中需要停机时 应将出饼放置最厚度 再将炸螺轴进退反复多次 使炸糖内余料炸完后再停机 主要零部的拆装 炸螺的拆装方法 去掉拨饼器 搬动推进丝 使推进丝从支架螺套中退出来 然后拆下保护帽和圆螺母及轴承 把推丝由炸轴中去掉 然后把扳杠插入锁紧螺母的内孔中 垂机扳杠拆下锁紧螺母 即可卸下各阶炸螺 若炸螺不好拆下 可以用木柴火把炸螺和锁紧螺母烘烤一下 烧掉炸螺与轴心之间油渣 即可卸掉锁紧螺母与各阶炸螺 炸螺的装法 将炸螺轴心立起 粗端向下 装上出扎烧头 然后按7654321的顺序装入轴心 再装锁紧螺母 装30309轴承 调解螺栓 51309轴承 即圆螺母 方螺母 把圆螺母与轴承间隙 保留1至2毫米 使调解螺栓 转动灵活即可 炸螺的拆端方法 首先拆去上炸螺两端 4个M16的连接螺栓 即炸螺上 10个M14的螺栓 去掉上炸螺 再旋转压紧螺母 使其松动 去掉上炸螺 就可以卸去圆排及调排圈 拆调排 将调排圈平放 用铁棒顶住一根调排的一端 用手打铁棒另一端 就能拆掉一根调排 其余调排自动掉下 装调排时 应将调排圈立起 盖出油槽面向下 把调排整齐的排在调排圈的内壁上 带深油槽的一端朝下 两个调排的出油槽不能对着 最后用铁棒将调排塞打入 若调排还松 可以再将打排间加以薄铁皮 以调排的松紧长度 各调排紧贴内壁 无凸起现象 再将装好的调排圈装入炸笼上 应将带出油槽面朝向出饼端 再将厚度33毫米的一号圆排装上 出油槽面朝出饼端 装2345678厚度20毫米内孔为一边倒角的圆排 装9号圆排厚度20毫米内孔两边倒角 装10号圆排厚度为60毫米 装11号圆排内孔一边大倒角 装1213141516号圆排 其形状大小与2-8号圆排相同 最后装17号圆排 其形状大小与9号圆排相同 注意所有的圆排在装配时 其出油槽不能相对 再装上压紧螺母 少上几扣 装上炸笼 将炸笼上10个M14的螺栓 及炸笼两头4个M14的螺栓